山山来迟的山山台风 周四上午登陆日本九州 福岗机场的航班在风雨中 惊险起降 这架冀州航空的班机 进场的时候被强风吹得 左摇右晃 最后决定放弃降落重飞 拉高爬升的过程还努力 维持着平衡 看了令人捏把冷汗 首当其冲的陆尔岛线 狂风暴雨 还伴随着剧烈闪电 这棵身处滨海摇滚区的椰子树 看似快被强风吹断 却又坚韧苦撑 日本网友紧盯着直播 替这棵椰树军集气 因为它一年来 已经停过了四次台风 正在对抗大魔王珊珊 台风山珊 在日本的南部最大岸 公骑市这栋民灾几乎震亡了 铁皮屋顶被强风撕开 还挂在附近的电缆线上 随风飘摇 山珊一度被日本媒体视为史上最强的台风 时速只有15公里 速度相当于骑脚踏车 周四傍晚还在长期 归宿前进 整个九州超过25万户停电 包括鹿尔岛 宫崎 雄本县在内 多达225万人收到避难指示 累积雨量还上看2000毫米 致灾风险非常高 许多的观光景点一连就关闭了好多天 游客被迫待在市区安全为上 那从昨天晚上开始的话 风雨就比较大 那今天的话 我们是要 本来是要到那个 雄本市去游览 还参观几个景点 但是因为 额 台风警报已经发布了 所以呢有许多重要的景点 比如说这个 雄本雄的这个 这个电车等等都停驶 现在想要两地移动非常困难 因为从九州到关东 从现在到周末 路空交通恐怕到哪都不通 目前九州跟西九州新岸线 周五全面停驶 周四傍晚的时候 东海道新岸线就传出 沿线雨势太大 轨道积水 东京到新大阪之间提前停驶 空中也不遑多让 周四至少取消了430个航班 周五势必也会有大幅度的异动 好消息是 山山登陆后受到地形破坏 开始减弱 但坏消息是 山山不仅归宿 路径更是诡谀多变 山山即将离开九州前往四国 周六会从四国出海 周日会先在海上打转 接着才会登陆关西地区 恐怕到下周二还到不了东京 这是因为日本东西两侧都是高压 偏西风又很遥远 导引气流不明显 才让山山受困步履满山 山山有可能创下登陆日本最久台风的记录 拉的时间越长对民生产业的冲击更加难以估计 日本三大超商因为安全考量 宣布九百间门市暂停营业 另外日本的汽车大厂日产三菱 纷纷宣布九州的工厂停工 影响最大的则是丰田汽车 丰田还延长到周五也停工 因为丰田的零件生产集中在九州地区 供应全国14个厂区 干脆同步停工让员工安心防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